大家好 各位早晨 这一出是Ryan Johnson加Daniel Crick Knives Out 系列的第二集 其实我是期待了很久 我早就知道他会 年底他会在Netflix上 但前几个星期 他在电影院 他在电影院播放 我差点就忍不住去电影院看 但那段时间 我那天好像忙着玩 God of War 又落雪 但我差点就出街看了 即是 总之 第一时间在Netflix上的时候 我已经看了 我十分之喜欢 第一集 我已经很喜欢 这个系列 第一集 他刚刚出的那天 我看完那天 我给他一个评分 我记得是B 还是什么 大概是B 后来我回看了很多次 我越看越喜欢 现在再评分 我会给他A 我是很喜欢 这个就是第二集 所以 幕后又是Ryan Johnson 又是他自己写的故事 又是他自己做导演 所以我是很有信心 我预认我会很喜欢 我的期待 完全没有失落 我是十分之满意 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 他的设定 他的故事 这些是很难说的故事 你穿了招式 你还看什么 这些是偵探类型的故事 但是 这个设定 就是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 有个有钱人 类似 例如Suckerberg Google老板 那些 Edward Norton 他就聘请了他一班的朋友 已经是认识了很多年 就邀请他们去他的岛 就是最舊 并且说他们会玩个游戏 就是说 好像玩角色扮演那些 他说 会有人杀死他 杀死他自己 就要求他那些朋友 就知道 究竟哪个是兇手 以及兇手的动机是什么 他就聘请了一班人 来玩个游戏 与此同时 另外 有个新人加入 就是Benoit Blanc 就是Daniel Craig 偵探的角色 他说他都收到一个邀请 所以是一班老朋友 加上Benoit Blanc 就是他几个人 去了一个岛 那里 然后有各样东西 发生 他也是一个偵探的内容 有一些 罪案发生 然后最后就是要精探去处理 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你都预认了是这样的 这部电影 和很多这类型的精探故 好像那些 mystery novel 这类的电影 很多时候都是有个很强劲的卡士 第一 就是娱乐星在那些厉害的卡士 另外再加上 好的 探案元素 主要就是这两件事 这两件事组成 第一集这两件事 都是非常成功 对吧 因为他 他 是个个个案不同 所以上一集 到这一集之间 其实他唯一一个 重复出现的人物 其实就是Daniel Craig 其他主要的人物 就是 已经是上一集的个案的人 所以 不会有 anadorama 那些 那些 角色 没有了个女神 那就差很远 我觉得 女神的地位 的确是完全不能够弥补的 没有了个女神 没有了个女神 OK 但是呢 这集的卡士 都不弱 没有一个女神 但是有个男神 我很喜欢 Edward Norton 我在很早期的时候 我看到那些 poster 那些宣传 我看到有 有Edward Norton 很棒 我是超喜欢Edward Norton 他拍的那些戏不好看也好 我都会想看 而且他是神级演技 现在很少的戏 是由得给他发挥 这部戏也没有 但是 他做也是好看 最主要 最重要的是我想看 我是很喜欢看Edward Norton 所以有他 我就已经是非常之开心 OK 至于那个 其实很难说哪一个是女主角 但是你可以说 比较多气氛是Janelle Monae 他没有第一集的女神那么棒 但是我也喜欢看他 我觉得他很漂亮 我也喜欢他 另外 我也喜欢看 在这部戏里面 就是这一集里面 就是做一个 一个助手的角色 就是那个Jessica Hanwick 那个角色 我也喜欢看他 他的角色 其实是比较次要的 在这部戏里面 但是我看到他 我也很开心 所以这一集 那个卡士是完全不信息 其实是 其实是差不多这么厉害 但是我个人私心 我当然是喜欢第一集的女神多些 但是 但是 也不是差太远 都是一些很好看的演员 我觉得 那个娱乐性 我觉得甚至乎是高于第一集 我觉得这一集的娱乐性是超高 因为他很多位置是很搞笑的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整部戏最好笑的是 就是 说那个 就是他们去玩个游戏 那样 然后有一部分 就是说那个 其中一个角色 去 就是 去 去 去玩到那个游戏 去玩游戏 我觉得那一部分真的很好笑 哈哈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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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玩游戏 然后游戏的结果 我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而且是很好笑 我觉得 我在那里看得大笑 然后我直到大来看 真是很好笑 如果我在戏院看 我会在戏院那里笑得很大声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 我觉得那里是传出最突出的地方 但是另外有好几个位置 这部戏都是尝试有一些笑位 而是活动的 很过人 很有趣 我觉得是 娱乐性是很高 极高 我觉得这部戏的娱乐性 我觉得这部戏 娱乐性比起第一集更高 这部戏也是很高 因为这几年 除了《Knives Out》这个品牌之外 《Hercule Poirot》也有 两部戏比较新的电影 东方快车和《Death on the Nile》 《尼罗河》那两出 我也挺喜欢的 那两出 但是我觉得这个系列 就好看 因为它的娱乐性够高 因为那两出的声音 是比较 有一种惨淡 有一种哀愁的感觉 也不是不好 也不是不好 那两出其实我也挺喜欢的 但是这个系列 特别是这一出 我就喜欢更加多 我觉得是 因为娱乐性是真的很高 而且它很好笑 有一些位置 这件事就是加很多分 我是很喜欢的 另外呢 当然呢 这类型的电影 最重要 就是它里面的探案的元素 也是很好的 这个系列 第一集 这方面 它已经是做得很好的 那这一集 第二集 它是有些不同的 它的感觉是传统一点 但是 一样是一个很好的 探案股 因为去到最后 你作为观众 你会觉得 那个故事是很fair 它 就是 它已经是 有很多东西 它是给你足够线索 它是 那些东西是明讲 它是兜口兜面 放在你面前 只不过作为观众 它的进程去得太快 你是完全没有留意到 但是 这一部电影 它就说 那个主角 它就会留意了些细节 它就留意到 你看不到的东西 它很fair 确实 它变得到一些细节 不是一个 是好几个位置 其实 那好几个位置 有一些 就是我看的时候 我自己也打个凸 就是我看的时候 我会觉得 咦 好像怪怪的 就是我 我是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 但是 猜不到 它去到最后 它回到最后 它回到最后 这是其中一个 破案的 线索 又或者 它留意到 有些不对路的其中一个 线索 它有大做文章 但是 我作为观众 我有留意到 但是 我有它 过去 就是不够小心 所以 你会觉得 很fair 这些 在这类型的故事 拍电影 要令 观众 有这样的感觉 其实是 比较困难 因为如果你是看小说 或者看漫画 那些 就是 你可以很容易 你看 去到某个位置 你故意 在它开股之前 在它说答案之前 你停在那里 然后你可以细心淋 甚至乎 你可以 翻转头 翻转头去看 都很容易 但是 你看电影的时候 你就算是看Netflix的时候 你都不会这样的 你大不了停 但是 你不会回到 转头去找 你不会这样的 所以 作为观众的 参与度 在这类型的故事里面 如果你是 看电影的话 你的参与度 其实是会低一点 但是 这部电影 就会令到 我觉得 it's still fair 你觉得 很公平 他真的 兜口兜面 放了那些东西 在我面前 只不过 我没有留意到 不是他冒 不是他没有展示 而是我自己不小心 是小弟敗伏 有种感觉 是一种很好的feel 这个就是完全 好像杀人犯那些 反转 杀人犯那些 就是他什么都不告诉你 然后最后 裁的结局 很厉害 他还在里面 插死缝花 他懒惊 他说 是不是很厉害 像那些 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还在里面 扔死扔皮 是吧 这一条一条 完全是反转 是一个很好的 感觉 被他困倒 所以我很喜欢 所以在我心目中 这两集都是非常高水准的 偵探类型的电影 它会有第三集 也会在Netflix 我看的资料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也很期待第三集 在我心目中 第一集是A级的电影 第二集也是 所以我给它的评分是A- A- 非常好 现在已经是年底 我也相当肯定 我还未排阅 我今年最喜欢的十出电影 但我相信这个肯定是其中之一